快步掉的生活 时常让现代人被时间追着跑 也让紧张焦虑等等的负面情绪接踵而来 当情绪陷入到烦躁的时候 该怎么样找回安定心灵的力量呢 最近在台东就兴起了佛教艺术的风气 包括了台东县政府和观山农会 都特别邀请到佛光山金刚寺 以佛法结合禅画 规划了尽兴的艺术课程 要帮助学员找回正向的力量 抛开心中的杂念 透过肢体的伸展在吐纳之间 练习找回平稳身心的力量 就像是佛光金刚寺会立法师所说的 禅修是一种心补的养生 什么叫心补就是敬心 敬心可以让人远离不安 教育惶恐悲伤 有个尽心的基础 我们的什么都能够奇妙用 你只要绘画点 直线 曲线 弧线跟空心园 这些的部分呢 就会 福光金刚寺近期受台东县政府社会处和关山农场邀请 为第一线社工能员和当地家政班成员 推出佛教艺术联合课程 引导学员从尽心中感受心安 再借由禅画美术抒发压力 从中做回自己身心灵的主人 觉得很好玩 觉得很有不一样的感觉 没有想到自己的话 就老师教导 就能够画出这么好 这么好看的话 我们推广艺文禅 带来我们红法很大的效应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人间佛教的广泛跟殊胜 佛光金刚寺以艺术弘扬佛法 云竹苑义工也常造访美术馆 日前一行人前往参观台东生活美学馆 近期的展览 实在精彩 透过千行百态的石雕 感受大自然照物的神奇 和艺术家雕刻的精彩 花莲还有很多有关这方面 石艺方面的一些推动者 所以他会创造出很多的雕刻 很多的图案史的选取 很多光化的试作 每个石头代表艺术 一个美学 一个不同的风貌 甚至是一种妙境所必时千进 惠立法师表示 一花一世界 一朵小小的花 一颗小小的石头 都蕴含无量的因缘 用心去观察 藉由艺术进入佛法 透过美学沉淀心灵 若实人间佛法 寻回心安自在 人间卫视台北台东综合报导 长精彩 几个石头 Santos